倒雷後導致全國各地的投資人血本無歸 投資人堅持維權但不斷遭到當局打壓至今沒有結果 有消息傳出至少有兩位受害老人 因為無法承受打擊跳樓自殺 根據資料顯示 迎來集團對外投資16家公司全資控股積加 包括上海迎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迎來資產專注於資產管理財富管理 投資銀行和網際網路金融 自2018年起就有投資人說 他們在迎來資產購買的理財產品 出現逾期無法兌付的情況 有投資受害人表示迎來資產暴雷後 各地投資人維權頻頻遭到當局打壓 江蘇徐州迎來公司業務員王彥說 迎來資產投資者超過1萬人 涉及款項超過30億人民幣 他把70多萬元全部投進去了 還介紹了5名客戶 如今錢拿不回來 客戶對我家去弄 你去弄一讓我去交錢 我也沒辦法 我父母親也不行 我發了夠了 這個錢要不回來就沒有就沒有了 好多客戶都 你錢不回來就沒有就沒有了 你一直寫信 寫了很多很多信 半天幾天放了我 沒有印 5月6號 王彥和上百名投資人到上海一處派出所 高舉標語並下跪 要求為投資人追討損失 被警察暴力驅散 在江蘇徐州做服裝生意的李明說 他當初是因為看到迎來公司老闆 蒲曉東跟中共領導人的照片 還有迎來的工商證明 營業牌照 很多榮譽證書 所以他相信了 不僅自己投資了110萬元 還介紹了四位朋友投資 我們那個維權區那邊有幾個客戶 最高的有4千多萬 2千多萬 3千多萬都有 包括我們康納有個教授 還有一個1千多萬 康納是個動態區 康納大學 教授最久的老職工 還有老黨員 還有老幹部 李明說 涉及的受害人 來自不同的社會層面 他的朋友告訴他 嚴誠已有兩位老人 無法承受打擊 跳樓自殺 中共黨媒3月17號稱 迎來公司私設小貸金服線上平台 和迎來財富線下門店 以承諾支付6%至13%不等的 高額收益為誘餌 銷售各類理財產品 非法集資 目前已有9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新唐人記者程翰 李韻 周天採訪報導 同學 今天我們只會請下個禮物 我們請下個禮物 我們請下個禮物 請下個禮物 請下個禮物